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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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省机部今后在这部分的审查工作 我们要求这个省机部这个沿头 捏得紧一点 下面可能性就不大容易出事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大概在一年多以前 我们就是两个单位 组成一个协调汇报 由户密长跟他们的审机长 共同来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今后为什么这两年来 审机部给我们的案子 比过去要多得多 刚才我讲的 大概就将近一百件 每年大概就将近一百件给我们 所以我想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到 这个绩效审计 他一定要绩效 这个钱用了 我们要追踪 追踪以后 这个叫要发挥他原来的 这个议算计划的一个功能 这个议算功能要发挥 才产生他的绩效嘛 这绩效不脏 我们今后可能要特别特别 要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这部分呢 也谢谢委员你提出来 我们会注意到这一部分 好我们谢谢秘密长 因为我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其实监察院 也注意到这一块啊 因为有时候很多案件 就像类似这样的案件 其实监察院也提出纠正 但他还是这个这个非常的这个 用我慢的态度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质疑 那监察院他的功能 用在哪里哈 是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中科 中科还还评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呃 因为实际上呢 这个当初啊 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啊 撤销还评以后呢 应该要其停工 却没有下令 所以呢 这个第二阶段的还评不做啊 所以在今年有条件通过方式啊 是不是有什么不当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啊 这个8月31号 这个续评这个程序中啊 我们是采取有条件的通过 但我现在要执意的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中科的还评 我记得那时候在行政院 非常短的时间就把它通过了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去查到源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而这里面有没有啊 这个特别的事故啊 就说所以呢 因为当时通过的时候 又附带一个决议 说啊 这个可能会对居民的 这个身体造成影响 这叫什么还评呢 也给他过了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啊 也希望是请监察院 能够特别的予以关心啊 啊 因为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啊 这个啊 那个实际上呢 一个 就他也是行政院的成立过来了 但前面的源头是有问题的 但后面呢 现在呢 就说啊 例如我们已经许可了 但是如果我们又遭到行政法院撤销 这样的话 对厂商也不公平 但我觉得前面的源头也是个问题 是不是对这部分也请监察院能够予以关心 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进行调查了 好 好 谢谢 那第三个呢 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这个秘书长的啊 就是 因为高雄啊 九一九这次这个 风灾啊 那当天呢 几乎是没有人指挥 没有人指挥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陈局市长 他自己也坦诚 那天早上啊 他 不是在睡觉 只是在休息啊 只是在休息啊 那睡 这个没有睡觉 但睡着了 那那我想对这个部分啊 让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最主要在那天 也就在今年的九月十九号高雄大水的时候啊 我们高雄的像本河里 光这个里有十五栋大楼 十五栋大楼 还有四百多间的套体处啊 套天房子啊 这个淹水 因为居民可以说是呃 这个非常的苦不堪言啊 但是呢 我们的市长却还在休息啊 那我想对这个部分 那市长是认为这是天灾 但是我想看在所有民众的眼里 认为这样子是不是有失职了啊 那我想对于啊 这个部分啊 呃 我不晓得监察院有没有予以关心 这个包委员 或您的看法 包委员 事实上高雄啊 淹水由来已久 为什么呢 因为在民国九十年 当时啊 我那时候在洪师会当秘书长 我曾经在高雄市成立备在中心 我送了两部抽水机 但是当时的这个市政府呢 认为说要这个抽水机干嘛 高雄从来不淹水的 没想到半年后 高雄淹水 所有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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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啊 全部淹水 所有的机房全部没办法发电 所有的这个电梯不能使用 所以当时呢 他高雄希望我们再送几部抽水机下去啊 可见高雄淹水是长期淹水的 那我想对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目前在调查中 好 那我想对这个事情呢 也是民众非常关切啊 那我觉得事前是不是有待乎职守 事后又推诿色责 有没有这样的情势啦 那我也希望建行院能够 这个具体的了解 再一个呢 我也想在这里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很多人 这个呃 做了一本书 说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公共建筑啊 都是文字馆啊 文字馆 但是呢 我想除了这个文字馆之外呢 其实我们对于啊 各个工业区啊 现在我们工业区 这个因为开发了太多 现在很多工业区几乎是闲置 或者原来我们所规划的功能 后来根本没有去进行 所以造成严重的这种浪费 那我想对这个部分啊 是不是监察院也应该来这个呃 关切 因为我知道监察院在十年前 就已经提出啊 这个纠正 但是呢 就说他缺乏整体规划 但造成这些问题啊 也应该要呃 这个这个来关切 让他们很快的来做处理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啊 这个呃 没有办法发挥 因为现在工业区的面积 已经达到三万七 呃 七千一百九十三公顷 啊 而且呢 这个有时候呢 区位非常的相近 造成大量的闲置啊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呃 大概呃 现在已经是停止开发了 但是呢呃 呃大概这个闲置的还将近两公 两千公顷的土地 两千公顷 那我想呢 实际上呢 这种是一种非常大的 这个浪费跟破坏啊 啊 那所以呢 我想对这些部分 是不是监察院也应该做一些这个关切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呃 呃 监察院的关切啊 好像变成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力量 我想有关这个闲置这部分啊 我们不只调查 而且我们希望啊 这个整体的来来来来进行调查啊 不管是文字院也好 不管文字港也好 嗯 甚至于这个不管是文化中心了啊 啊 刚才委员拓谈的这个工业区啊 像个兵 江兵工业区 就是很多钱投入进去根本没有办法回收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特别特别来加以这个注意 嗯 好那我想 对于这个部分啊 因为刚才民长也讲了 也希望将来对这些我们关切的议题 处理的情况 也能够让我们也有所了解 好不好 这是一个部分 还有呢 这边呢 到时候也希望民长提供一点资料 就是我们现在纠正 纠举 谈劾受理人民的这些陈情啊 也是我们监察院的职责啊 是 那所以我不晓得就是说 呃 就从我们恢复功能机制以后 我们到底呃 受理了多少这样的案件啊 那而且处理了多少 而且我们整个案件的消化率大概有多少 好不好 也能够指控给我们 这边我把资料提给委员 好不好 好谢谢